各位好 今天一樣要分享生活中有趣的小玩意兒 不過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什麼不一樣 我們看一下右邊 有沒有看到右邊這邊 這窗外 窗外是亮著的 我很難得是在白天拍影片 因為平常非常忙碌 忙碌的情況匪夷所思 所以我很多影片都是大半夜的時候 夜深能靜的時候才有時間可以拍影片 今天很難得是白天的時候拍影片 那我一樣也是一個開箱 那這個開箱的話是工具 你看我做上這些工具 就知道今天這是EDC系列 做個快樂的工具人 我們今天要開箱的產品 它是一個小工具 那這個工具的話是台灣之光 我等一下再一併的跟大家說明 台灣之光 那我們事不宜遲就來開箱了 那一樣我還是用剪刀 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是Retorinus 就是維世 瑞士軍刀它的剪刀 這剪刀的話其實我們身邊的小工具相當多 那瑞士軍刀的剪刀是一個非常棒的工具 而且我說實在話 我們EDC用那麼多 小刀跟剪刀的話 還是最重要的兩項工具 也最常使用 好 那我們就把袋子打開了 我們即將要看到今天要分享的內容 我今天要分 這個當然不是這一個鍵 我講一下我今天帶的什麼 這個是 因為 喔 好喔 欸 我這一樣也是有金裝的那個盒子 因為我以為只是帶裝而已 結果拿到也是金裝版 好 那 我今天要分享的重點的話是 主角是這個 超迷你 激輪板手 好 激輪板手 就是Rancher Rancher 那這個是鐵盒包裝的 好 相當棒 我等一下跟開箱 那這個是什麼 這很簡單 這東西就是抽印費的 這是一個犀牛牌的包包 它的側袋 那側袋的話 它這家在賣的時候賣的滿便宜的 而且它這個側袋很大 好 那我是要湊到 一定的金額 可以免運費 那我覺得這個 這個袋子的話 也還蠻實用的 我就把它給湊了 不過 當然因為這個 這個側袋我 只是要湊運費的 所以說 挑很便宜的買 那不能選色 就是不挑色 不挑色 它寄給我 我是希望能夠拿到黑色的 不過 既然是湊運費 這沒有多少錢 那就 什麼顏色都沒關係 這個新牛牌包包 一七零零吧 我記得是編號一七零零的側袋 好 沒關係 我們這個以後 有機會再跟各位分享 我們要分享這個 我這次買兩個 為什麼買兩個呢 因為 我的EDC的那個 細心帶 也就是Pouch 好幾個 所以 我有時候有些東西的話 我就一次乾脆買兩個 才不用說 拿來拿去的 好 那我就把它打開了 我們看他這個包裝 這包裝 也是蠻簡單的 好 那我們看到他上面寫什麼 好 各位啊 這是台灣之光 好 怎麼說台灣之光啊 我是在 國外 因為我們玩EDC的人 一定會看很多 國外YouTuber的影片 因為我們台灣的話 沒有中文的 這個EDC的影片 在介紹 好 那當然 也有很多 外國的網友 有留言問我 問我說可不可以用英文發音 或者是用上英文字幕 那我都很委婉的跟他們說明 就是說因為 講外語的 講英文的YouTuber太多了 講中文的YouTuber 做介紹EDC的YouTuber相當少 那我就是希望說 能夠做一些 中文的EDC的影片 加會華人朋友們 這樣子 那所以說 我還是繼續的 是用中文發音 或許有一天我可能會拍一個英文的影片 那 這個是台灣之光 我們在國外看到這個 老外的影片的時候 他就介紹了這個產品 我覺得相當棒 而且非常amazing 那 這個 結果他講說 這是台灣的品牌 我嚇了一跳 確實 我們台灣的 在一些工業上面的話 技術是相當不錯的 那這個是一個 車重的一個 產品 那我們台灣的機械能力 是相當 在國際機械是相當有名的 就是精密工業的部分 那 它的話 是一個 在台中的工廠 它叫做711L 711L 職人工廠 職業的職 人類的人 職人工廠 有限公司 那這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到網路上去搜尋 也支持一下台灣產業 Made in Taiwan 那我們台灣 在EDC界的話 其實有很多不錯的產品 我舉個例子 有一個叫做 馬蓋仙公司 它有 Maxpedition Maxpedition Maxpedition的品牌 它做的包包 是在國際間相當有名的 我經常看到影片 用的就是 Maxpedition的 EDC Pouch 這也是另外一間台灣之光 好 那我就把它打開了 光介紹一個公司名 我就講了六分多鐘 也難怪我的影片 很多網友跟我講說 實在是太冗長了 不好意思 花很多時間跟大家先聊 那這一個是7-11L 這品牌蠻特別的 跟某個超商名字很像 那我們看一下它有多厘米 我知道 大家對於這種Size 我說幾公分都沒感覺 我來用做比較的 這個是一個 91厘米的Victorinus 就是維持小刀 91厘米的 它的Size是這樣子 非常小 非常非常的小 好 然後呢 這是 我們在EDC界相當有名的 它叫做Ninepass Cobra眼鏡蛇 最小款的 這個工具 然後呢 這個是我們最熟悉的Lezerman Charge TTI 它的比例 相對的Size就像這樣子 非常的小 好 然後呢 我這一次的話 我買的是迷你的版本 什麼是迷你版本 迷你版本的意思就是說 它 因為它這有出兩款 一款的話是後面 有帶一個 尖端的 那尖端的話 它是要for Lezerman Lezerman的這個 Beat工具組 Lezerman的話 有一個Beat工具組 對不對 大家都很清楚 Lezerman的正式標籤 它的特色 就是有這個Beat工具組 那它的話 是把它做一個延長桿 插在這個地方 可以插下去的 但是我這一次買的兩支 我都不是買 這個可以for 那個Lezerman使用的 擴充的版本 我是買Mini的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已經慢慢的 少用Lezerman的工具錢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發現 變息性相當重要 一個 像這樣子的一個Charge TTI 它已經是Ti的版本了 它這樣的一支的重量 都還要來到250克以上 而且你還要 你還要帶很多的話 它的周邊的一些套件 它包含了這一個皮套 對 那所以說 你整個 在體積重量的上面 然後講起來的話 這個Lezerman 它是非常實魁的 所以說我現在 已經轉向 就是用 組合工具 就是把它分開了 我是已經沒有用Multi-Tool了 因為Multi-Tool它重量太重 我整個 我就會希望它把它功能 全部分開 就像這樣子 那我來介紹一下它這樣子的一個工具 我們要怎麼用它 這個的話 它是要 我是希望能夠配合 這一個Lezerman它的 這個bit工具組 對 六角形的 那它的這個尾端的話 這個一樣 都是4分之1 4分之1的尺寸 4分之1寸的一個 一個bit 所以說它這個通用的 那通用的 情況下的話 我們可以啊 善用它這一個 Lezerman它的 這個 這個bit工具 因為這很好攜帶 好 那要注意一下 我們在使用它的時候的話 務必要 要時常上游 那個 我們這樣的一個bit的話 它很容易卡住 不只說是在那個 我們的 ranch上面容易卡住 我們 它在自己 自家的這個工具 顯示上面 都容易卡住 所以說它 它厲害在什麼地方呢 它可以通用這個bit工具組 你有沒有看到 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已經通用 它已經上了那個bit工具組了 看到嗎 有聽到聲音嗎 它這樣就可以使用了 而且它這邊哪 有一個這個調整 你可以正向反向 好 這就是ranch 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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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比較清楚 我就不多做介紹了 那它的 好 這好在什麼地方 因為它很小巧 所以說 我們可以在那個 我們的那個 EDC的pouch上面 就是它 細心帶上面 我們可以帶一組 像這樣子的一個 Lesserman的bit工具組 帶著之後 因為我知道 這個東西有兩款 對不對 我們把裡面挑 比較常用的話 網路上會有很多的 youtuber會教我們 我們要挑哪幾款 上去是最常使用的 我們就把它挑好了以後 我記得應該是有六個吧 有六個 那六個帶著的時候的話 我們再加上這一個ranch ranch 這個吉倫 那我們這樣的話 就可以在野外 或是在任何地方的話 我們可以達到這個工具的使用的功能 所以說 我如果說是我現在在用EDC的時候 我會比較傾向於用這樣子的一個產品 因為它非常的輕 好 那我這樣子的重量拿起來的話 它應該是在20克以內 好 那 然後它有兩頭可以用 這一邊的話也是一樣 Hex 四分之一吋的尺寸 就是我們最常見的bit 而且這個上面的話 你有沒有看到 這一個 有個磁力 看到嗎 有個磁性 有個磁性 我們就可以這樣子可以使用它 好就可以使用它 所以說我會變成兩頭都可以使用 這就是為什麼 我不再 我不去買那個 另外一個是扁頭的版本 這就是主要的原因 我不買扁頭版本的原因 就是這樣子 另外一個吉倫扁頭的板手 是要for這個系統的 我就不用了 因為它這樣會少一頭 而且因為我平常就不太帶在上面出門 這個250克不是攜帶出門的重量 所以說 我今天跟各位介紹的就是這個好東西 順便介紹一下台灣之光的品牌 對非常棒 那你看它的這個做工也相當驚喜 它這個車工包含在這邊的話 有一個它的這個品牌名稱 7-11L 那它的型號是一個頸 7-11 05 這樣子 而且你看它的這個補鏽鋼的話 它的表面處理也蠻不錯的 很有質感 對 那它的這個尾端的話 這一樣也是一個 四分之一吋的 Hex 的 Bit的那個 公規的一個Size 那它也可以 而且它這兩頭完全都是與 Lazerman的 Bit工具組完全相容 所以是這樣子的使用方式 非常方便 所以說我現在我在外面的時候的話 如果說是內螺絲 我就是用這樣子的組合去處理它 如果說是一個外的六角形螺絲 我就會用這一個 Ninepex的工具鉗 去處理它 處理外螺絲 你看它的這個範圍可以用得很大 而且我帶出去的時候的話 我帶一把這個 我就可以取代掉 Lazerman它的鉗子了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鉗子的話 它這麼重又那麼大 那 我帶這個出去的時候 它又百用 它可以調整很多的Size 而且它一樣 也有一個尖嘴前的一個功能 這樣子 所以說我現在的話 已經不用Multi-Tool了 我的Multi-Tool大概就是帶這種 維式小刀 是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今天 就跟各位分享 那我這幾天的話 會跟各位介紹 我的工具袋 也就是我的EDC的Pouch的部分 有包含小的也有中的大的 然後小的 我怎麼樣的在Urban EDC 或者是WireLife的EDC 我都會特別跟各位介紹 那今天的話 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介紹到這個地方 我盡量把影片收短到13分鐘結束 相當難得 我們下次見 Most人的過程 會有的 ビerel